哇 非常完美 第一跳 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 年仅14岁的全红禅 一名惊人 夺得跳水女子担任十米台冠军 成为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又一颗星星 闪耀东京赛场之后 全红禅在巴黎奥运会周期 与队友陈玉希成为了女子跳台项目上 极具统治力的双子星 全红禅和陈玉希这队搭档 自从2022年开始配队以来 在世界杯上已经实现了分战赛 总决赛的五连冠 只是上月的世界杯柏林战 因为陈玉希未参加的缘故 中国队放弃了这个项目 其余赛事不局限于世界杯 两位姑娘都实现参赛及夺冠 虽然全红禅与陈玉希 在单人项目上是竞争对手 但私下是好朋友 是彼此互相信任的发展 每逢单人项目决赛 全红禅和陈玉希 总能将比赛变成彼此之间的追赶 与第三名拉开断层式领先优势 总体而言 全红禅在巴黎奥运会 周期的大赛单人项目较量中 并不占太大优势 2022年的市井赛和世界杯 陈玉希都在单人十米台摘的金牌 2023年市井赛 陈玉希再度在单人项目摘金 蝉联该项目市井赛三连贯 不过在世界杯赛场 全红禅有所斩获 2023年 陈玉希在世界杯西安站 和超级总决赛夺冠 但在世界杯蒙特利尔站 全红禅力压队友 夺得单人十米台冠军 在2月6日的市井赛女子跳水 单人十米台决赛中 全红禅和队友陈玉希 又一次神仙打架 最终 全红禅以8.45分的优势摘金 全红禅终于实现了 在奥运会 市井赛 世界杯三大赛的 单人项目大满贯 不仅如此 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 全红禅也在最后一轮 看着照片的时候 首次夺得亚运会单人金牌 看着照片的时候 开始